東港鎮的徐政長好像對我們的觀光鐵道 還有一些看法和意見我要去聽一聽 規劃的方案還沒有定案之前 大家都可以表示意見 我們也歡迎聽聽大家的意見 前瞻話25億元打造東港觀光鐵道計畫 行政院長林全特定南下說明 不過東港鎮長前一天就不買單 現在整個就有的一個縣道 整個來講都是兩邊根本沒有景色 那是去觀光的意義啊 東港觀光鐵道計畫從潮州車站發車 沿東港線舊鐵道到東港鎮區 前瞻計畫將引進新型輕軌列車 但東港鎮長請政府行行好 別浪費這25億元 還可能變成地方的險物設施 所以這一條路線的話 目前來講在東港鎮的轄區裡面 就要經過十幾個路口 那會造成很大的一個交通問題 而裡面從那邊出入也蠻大的 所以危險性非常高 畢竟當初東港線舊鐵道就是因為效益不佳 才會在民國八十年廢駛 倒不如直接從高節延伸東港 現在的話我會比較希望是捷運 它整體而言應該會比較快 現在政府在地方更迫切的需求 除了不到三號難言之外 目前更迫切的需求是在於說 醫療還有教育資源相關的整合 前瞻的東港觀光鐵道計畫 用意在紓解交通亂象帶動觀光效益 但看來對於中央政策地方不以為然 反而認為被忽略需求引發反彈聲浪 記者SNG小組屏東報導